花莲县的疫情持续升温 各乡镇陆续出现了确诊个案 今天乡长游淑珍除了指示清洁队落实清销 也加强社区巷弄的环境清洁作业 同时也呼吁乡亲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守则 在疫情艰难的时刻 大家要携手同心 强力防毒疫情不再扩大 花莲县的疫情持续升温 各个乡镇市都陆续传出确诊个案 既然乡长游淑珍除了指示清洁队落实足迹清销 也加强社区巷弄的环境清销作业 清明年假四月份开始 今天乡公所清洁队的大街小巷清销 从来没有停过 在通报的这个确诊路径上面 也一一的再加强 在这里书长还是要呼吁 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 能够在家自主新生活 就用主食 尽量避免到外面来 作为一个大家共识的状况 或者是外带回来家里用餐 在我们周边的好朋友 即使在守我们的交谈 我们的联谊活动 还是要遵守戴口罩 清洗手 量体温跟保持距离的一个防护 我们自己的这个防疫守折跟措施 务必要保护自己 守护家人 守护我们的乡亲 向弄邻里 让我们一起健康乐活 在吉安 乡长游淑珍呼吁乡亲 要做好个人防护守折 在疫情艰困时刻 大家洗手同心 强力防堵 让疫情不要再扩大 这里会讲相报道